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压力指数上面说明现场观众还是有很多认为这确实有压力 请到今天的倾诉人 有请他们 这位是志浩 这位是王凯 好哥们俩 来说说看这么好的俩哥们 为什么今天就闹了别扭 本来我今年五月份 快结婚了 但是因为她 我这个婚礼可能得推迟了 你的婚礼跟一位爷们有什么关系 因为以前小宇是她的女朋友 我们三个在大学是最好的朋友 我曾经我还说 我要为她们主持婚礼 但后来大学毕业了 我们三个去一家婚庆婚公司应聘工作 可能当时王凯运气不好 她没有应聘上 我当时做了主持人 小宇做了婚礼策划 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分开了 当时她就经常和小宇吵架 吵得特别厉害 后来她们就分手了 那为什么当时不选择劝一下她们 我以前劝过 但她当时和小宇分手 非常地坚决 你们俩当时闹什么闹呢 我跟小宇之前的感情蛮好的 就是在大学毕业过后 由于一些现实的问题 加上一些不适合 然后我觉得就是由我提出来 我说小宇 我们分手吧 我是对她负责 希望她能幸福 你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本来同窗 然后她们俩找到了比较理想的工作 而你没找到 是不是心里有些失衡 对 我当时心里非常失落 毕竟我那时候已经也分手了 加上工作也没有着落 有天晚上我们去酒员桥喝酒 喝了很多 也讲述了很多 她也安慰我 她拍了拍我的肩膀 她说 过去就让她过去吧 重新再来 我支持你 我说 只好啊 小宇现在过得怎么样 只好跟我说 她最近很少看到小宇 可能她有男朋友了吗 但我当时不知道 男朋友是她 她可能不知道 小宇为了她特别伤心 每天都流特别多的泪 那段时间大家刚刚毕业嘛 刚进一个公司 就是 所有人都瞧不起我们 觉得我们什么都不会做 我们必须从头开始 每天还有白眼 还有各种各样的话来刺激我们 然后小宇每天还要受着 和她分手的煎熬 我看着小宇这么伤心 她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肯定要照顾她 我就每天和她一起上班 一起下班 但是后续在这个时候呢 我觉得我慢慢喜欢上小宇 当时你和小宇在一起的时候 是谁先提出来的这些想法 我觉得我们俩可能也都没有 就怎么说要在一起了 就反正就慢慢的就好了 你这些事情 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 你知道欺骗是什么感受 我把你当我的兄弟 当我的朋友 甚至当我的亲人你知道吗 我有几次喝酒 我真的我想告诉你的 就那回在酒院桥 当时我真的想告诉你 但你问我这个问题 你叫我怎么回答你 为什么问题 她问我小宇现在是不是有男朋友了 她还告诉我说 如果不和小宇分手 可能他们现在也好好的 她说这些话我真的不敢告诉她 所以我决定 就把这个事情一直隐瞒下来 隐瞒了多长时间 将近三年了一样 三年了 不是 还有一个 你们俩大学同窗 除了你们三十万还有其他同学 他们不知道啊 这三年可说就跟做贼一样 偷偷摸摸的 就是怕被她知道 被朋友知道 我觉得每天我就戴一个面具要出门 回了家我卸下面具 我真的觉得好累 我真的好累 你是说一套做一套 我们这么多年我是说一套做一套吗 你还不了解我 这么长的时间 你提一下也可以吗 真的有好几次我都想说 可能是我太懦弱了 我说不出口 但你看到王凯的那个模样 他还不知道真相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呢 我心里我也挺难受的 搞得我好像成了这种很坏的人 两面不适人 好像还要抢朋友的这种老婆的感觉 你就是这样的 我不想因为他就这样误会我和小语 那你最后又是什么原因 必须要给王凯摊牌了呢 我当时就是 今年的元旦的时候嘛 我爸妈他们就催我和小语快点结婚 然后我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定在今年五月 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满不下去了 我当时就把王凯约了出来 我就告诉他说 我和小语要结婚了 他当时不相信 他还一直笑 当时他每笑一下 我就觉得心真的很疼 但是我必须让他相信 后来我就把那个情节给他了 他当时拿到情节 把酒瓶一摔 他说竟然我做这样的事情 他说我不再是他的哥们儿 永远都不是朋友了 曾经的欢声笑语 如今却成为两人归之不去的伤痛 在志豪心中 爱情固然重要 甘胆相照的友情 又怎能轻易割舍 但三年的隐瞒 究竟是善意的谎言 还是刻意的欺骗 当友情遭遇爱情 当惺惺相惜 变成背信契义 那个围绕在他们中心的女人小语 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 我们掌声欢迎小语 你和王凯的爱情的结束 是王凯提出来的对吗 好的 那你当时有没有复合的这么一个考虑 不可能 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再跟他复合 在当初王凯提分手的时候 当时非常的难受 很难过 经常和朋友一起和解我 当初也多亏了志豪在身边安慰我 帮我走出这段感情 而且我们都互相彼此了解 我觉得这样在一起才是最合适的 那志豪在这三年的反应呢 像每次同学聚会的话 我们就不会一起去 或者是他先去 但是有一次我们恰好三个人都一起去了 然后我们以前的朋友就会开我和王凯的玩笑 希望我和他还可以再复合 当时我觉得我就好像背叛了所有人 同学们不知道这些 还想让小语和王凯再好 但这个时候小语她已经束手于我 我现在真的不想说什么 我现在没有了爱情 也没有有情 我们是不是最好的兄弟 之前的时候每次 你说媳妇媳妇我帮你去打架 帮你出面 让你有面子 你生病的时候我也陪你去看病 大冬天天那么冷 穿着拖鞋背着你去医院 你还记得吗 我知道 我记得 我没有忘了 是你帮我 我知道 是你帮了我很多 大学是你帮我打架的 我所有都记得 我觉得我现在很厚 你还想起来 当时是谁帮你追到小语的吗 是我 我帮你追到的 帮王凯追过小语 致好的书法让信成信如一窝 隐瞒三年的地下恋情 难道是在暗示友情与爱情之间 存在着一块灰色地带 一段原本早已放手的爱情 为何又成了压垮兄弟友情的那棵稻草 难道两人貌似和谐的过往中 其实已经弹奏着不和谐的音符 他们风雨同舟的曾经往事中 早已暗藏着欺骗的种子吗 大学失联的话 我们三个人都是形影不离的 当初王凯追我也 基本上都是志浩帮的忙 刚开始他追求我的时候 其实我一直是拒绝的 我觉得我跟他根本就不合适 性格不合 在一起不会有结果的 就像是银讯书上面 开不出来其他的水果 只好也付出了很多努力 比如说大冬天的 会陪着王凯一起去到市场上 买很多水果 还有什么挂着树上面 为了追求我向我表白 当时王凯他拿着我的手 把我牵到树上面 叫我闭上眼睛 他为了我在所有的银讯树上面 挂满很多水果 因为我以前拒绝他的理由就是 银讯树上面不可能长出其他的水果 当初我就特别地感动 就答应了他的表白 当时志浩在树上面 差点摔下来激动的 当时小宇 我一直是拒绝他的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答应 然后呢我就帮他想这个点子 去追求小宇 我相信这些东西 所有为你做的事情你都记得 你也放在心上的 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你 我也不想欺骗你 这个事情我真的我是没办法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我也是希望你能够原谅我 不要再想那些了 我希望你能够支持我 见证我和小宇这个婚礼 重要的是你们今天都记得那是一段 永远不可能忘却的这个友情 我想是时候留给我们的嘉宾交流 我们进入简压面对面 我就想问一下小宇啊 打动你的是王楷 还是树上的彩灯和水果 树上的彩灯和水果 好 树上的彩灯和水果的创意 是志浩提的 我再问志浩 其实当时你是不是心里也挺喜欢小宇的 没有 不不不 我知道 这个东西要说出来一定会有一定的道德压力 对 实际上当时你跟小宇无话不谈 当时如果不是最好的兄长王楷去追小宇 弄不好 耽误到大三大四 你可能就追小宇了 你能在那个时候帮着王楷追小宇 那王楷我就问你 今天你为什么不能出席他们俩的婚礼呢 这样就将心比心了 如果两个男人真的友情很坚固的话 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把他们两个拆了开来 所以我觉得你们有情 爱情可以摧毁友谊 爱情能够摧毁友谊 是因为你看中的是爱情而并非友谊 对于他们来讲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两个上来口口声声都说 我们看中友谊 我看中你这个哥们 我也看中你这个兄弟 那你们两个不会因为一个女人 而打得头破血流 所以真的我不认为你们两个友情有那么的牢固 如果你们真的希望你们的友情 像你们说那么牢固的话 就像你刚刚说一句话 我把你已经当亲人了 亲人之间应该是彼此体谅的 其实我觉得他们俩在互相算小账 真的没有兄弟情谊了 只有像两个女人一样算小账 我上次给你买了一个什么什么 我上次给你买了一个什么 有意思吗 你换位思考 其实她一直在说 我现在没有爱情了 我现在没有事业了 我什么 其实她在情感上 她现在是失衡的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她也很可怜 她这三年她这个地下爱情多艰难哪 说真的 你以为她得到多少吗 她像演员一样 你知道演员也挺累的 但是她 台上主持完了以后 台下跟哥们还要演 她也很难的 但是最可怕的是什么 是被害 但是你想过没有 她欺骗我 当年是你先放手的 其实这个女生 一开始她没有放手你 是你先放手她的 我相信他们俩的情感 就是可能在最艰苦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彼此相依 彼此安慰 就这种情感 其实可能是最感人的 你作为她最好的哥们 你跳出来看 你会发现 其实哥们还是哥们 前女友就是成为 哥们的老婆又怎么样 你并没有失去整个世界 亲爱的 你失去的只是一个失衡的心理 那么志浩唯一你做错的就是 你不够坦诚 如果我要是她的话 我一定会找个时间 面对面地拉着我现在女朋友 跟她一起说 现在有个选择 在我们三个人面前 这个选择是要考验我们的友情 考验我们这么多年 大学同窗的情感 我爱上了你前女友 可是你是我的哥们 我该怎么办 你把这个问题给她 如果她真的是你的哥们的话 如果你们真的在乎这个情感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 王凯心里一定在想 你们这帮家伙 站着说话不腰疼 对 真不刺到肉 不知道疼 而对于志浩来说 网络上那句语言真适合你 那就是不作就不会死 其实按道理来说 小语和志浩之间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 男未婚 女未嫁 你行我愿 如果说这不能被友情所包容 我说那种友情是非常狭隘的 我们平常说朋友之妻不可妻 请记住是说朋友妻 不是说朋友碰过的女人我都不能碰 我一直以来秉承一个观点 不能包容我爱情的友情我不要 在爱情和友情之间模糊的爱人我不爱 我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我非常赞同雷明老师说的 将心比心 当初既然志浩和你都爱着小语 他可以帮你去追小语 为什么今天你不能成全他们 但是在这我要做三点成熟 第一 男人的本能就是在这方面 就是小气的 这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所以我说真不知道肉不知道疼 王凯的感觉我们不能够感同身受 第二 如今看来这一切 王凯所有的喜怒哀乐和生活 一手由志浩导演 你分享他的喜怒哀乐 他有什么心里话都跟你说 但你全部知情 却没有把自己心里的话全跟王凯说 这是不对等的 所以说他的喜怒哀乐一手由你导演 所以王凯就觉得自己是个傻 如此看来就延伸出了第三点 那就是小语的爱情什么时候离我远去 什么时候走进你的内心 这中间有没有灰色地带的交叉点 这成为两人之间爱情当中最模糊的地方 我们时常有很多人都会说 我跟你分手跟他没关系 没有他我也会跟你分 但事实上 你跟他之间的交往 什么时候传入你的内心 早就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骚 爱情和友情都应该暴露在阳光之下 当日说的不清不楚 今天就不可能明明白白 所以说表面上志昊说我多委屈啊 我为了跟你的友情委屈死了我的爱情 其实你那段爱情伤透了这段友情 这全都是你自己弄出来的 情感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确实是需要非常时期和时光的流逝 才能够让我想心出很多东西 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 前提是我们是否想明白了 好 先请到王凯去密室当中 接下来我们进入大声说出来 王凯 我想清楚了 是我错了 我不该瞒你这么久 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能够早点告诉你 也不会搞成今天这样 我在乎你 我也在乎小宇 5月18号 我希望你能来 可以吗 至昊 我们曾经是最好的兄弟 我觉得这一切的一切太突然了 我需要时间 好吗 我想问问看我们现场的观众 你们希望志浩继续邀请王凯来参加他们5月18号的婚礼 请按赞同件 如果你们不支持 也请你们表达你们自己的观点 请按键 不赞同是61% 赞同是39% 你希望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我希望王凯可以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希望我们以前大学的那么真正的友谊 可以回复到以前 我认为很多情况之下 在乎着自己幸福的同事 要考虑别人痛不痛苦 王凯已经选择了 用时间来消失摸养自己的伤口 人家没有说在恨你们 你还要人家到现场去祝福你们 你是不是太自私 虽然你没有主动性的错误和问题 但其中毕竟有你的存在 王凯来到咱们现场 反复强调一句话 我事业没了 我爱情没了 我的友谊被背叛了 好像王凯很受伤 王凯内心深处有一种不平衡 如果王凯真的到现场 微笑着在所有人的注目之下 送上自己的祝福 然后转身离开那个婚礼现场 那太可怕了 不 那一瞬间 王凯将不会再惧怕任何挫折和打击 他就长大了 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要求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 不可以这样的 我们希望这样 我只是告诉王凯 你有机会面对自己曾经最真挚的一段感情 可惜 句号是别人画上的 当别人画上句号的时候 你保持着礼貌 保持着对对方的祝福 然后在那一瞬间 可能是你人生成长的关键一步 雷鸣说的这些观点 没有一条是错误的 而且我非常希望 你能像雷鸣所说的 那么勇敢地面对这一切 但是不要勉强自己 对 很多正确的东西 不是谁都能够做到 如今我跟雷鸣这样的年纪 我们未必能够坦然地做出这一切 所以我们不要求你去这样做 但是如果你能够做到 我只能说一声敬佩 别无二话 在大声台上的 之号将有十秒钟的思考时间 升起 选择住 之号最终你的选择是 最终马凯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你能够赢得英明之邀 5月18号参加你们的婚礼 对吗 哇 我觉得我今天非常开心 我今天真的收获了我爱情 更收获了这份友情 我希望我们三个 还能够像大选 可以像以前一样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好吗 把一个人完全地放下 放下是为了更好的开始 好 掌声送给他们三位 好 掌声送给他们三位 好 掌声送给他们三位 好 掌声送给你们 好 掌声送给你们